讓你三個時間去動完啦,不等一會不會過啦 主持人 你叫人去動完啦,不等一會不會過啦 好,請我們黨團進出動員 主持人 恩委員好 主持人 是 主持人 政治部能源局這條這個 動用第二一倍金的部分 財政委員會的國基 有在尊重還是沒有在尊重 不好意思,你前面 前面 你是說 能源局的第二一倍金啦,你是在尊重財政委員會的國基部啦 你今天你今天所有的二倍金的動作案,你到底你是立法委員動作說 財政委員會都沒有人在尊重 我們第二倍金的審核也都是從嚴在審核的 我就來問看,你從嚴在審核好了,我先說兩點 第一點,你剛才看能源局 財政委員會做的決議你們到底遵不遵守啦 你有在尊重嗎 你有在尊重嗎 你核准他這個二倍金是在幹什麼啦 你怎麼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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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不夠啦 我 是,能源局動支第二倍金四億五千多萬喔 那這個部分 當然也是因應當時那個為了鼓勵那個節能減碳,綠色消費並且協助 我知道啦 是 他叫你們要求經濟部以修正方案 修正案方式 將補助款納入九十八年度總預算案 不得並結算辦理,補辦預算方式 不得用 你們到底是在尊重嗎 沒有在尊重 主席長 你沒打沒關係啦 等一下我怎麼沒要過 我來講講室內 如果立法院的決議 我雖然上會期我不是在財政委員會 但是立法院跟你們做決議 已經刪讀通過的東西 齁,你們到現在為止 你們用重置一倍金的方式去處理 這樣好啊 我跟你們做任務的各期都不好 我覺得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剛剛我聽羅蘇雷委員在質詢 我自己我本來想問 體委會 你體委會動次這個預算 動次第二一倍金這個預算有合法嗎 這樣不合法 是 依法辦理啊 好啊 這樣依法辦理好啊 我就說你們沒有依法 我覺得不合法啊 不然你只看依法 我們等一下在這邊討論啊 你看看哪裡依法 是 我們依照那個預算法第七十條的 那個三款的規定齁 就符合這三款規定的話就 我認為不合法 我認為你們不尊重 財政委員會的決議 我認為今天第二一倍金不能通過 啊你只有趕快去找人來表決 立法院 財政委員所做的決議 你們一點都不尊重 啊修正案有殺了不起 從前我們在審查那個 那個農民 那個 老農年金的時候 然後我們叫他修正 叫他提修正案 他就提 叫他提 趕快提 最佳檢預算他就提 財政委員跟你們要求說 叫你們提修正案 啊他不提 不提然後你們就 讓他動之第二一倍金 第二一倍金 難道就不用並結算處理嗎 公共預算當然不能像那個基金預算說可以直接並結算處理啦 但是你動之第二一倍金他還是要並到決算裡面去處理還不是一樣的 那你還不是違反立法院的決議 那有關那個立法院決議是不是經濟部能不能說明或者是會後再跟那個委員做報告 沒報告啦 你以後在審核第二一倍金齁 立法委員也不是沒有在看預算法啦 也不是不懂預算啦 你們不要這樣子敷衍了事啦 你們都可以過就好 然後把立法委員 所有立法院的決議 都要踐踏立法委員的尊嚴 不是這樣處理 我昨天前天我跟你講 我一直感覺到當年的主計處的那種精神不在了 你們現在都都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也是從嚴審核 不過這個案子我們會後再跟委員報告 那個主席齁 這要 人手來 人手有搞的事情 人手有搞的事情再處理 好謝謝我們翁重軍委員 謝謝 謝謝